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效率、情绿杂钞等大量情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多方面的历史内容震惊海内外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我觉得是填不空白的发现 推荐为本年度十大考古发现项目 如今 在距离税虎第三千米位置发掘的郑嘉湖墓地 又有哪些重要的发掘成果再次轰动考古计 时间回到一个多月前 虽然已过中秋 但湖北的天气依然十分炎热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云梦县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 在云梦县郑嘉湖墓地的发掘工作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郑嘉湖墓地位于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 此前已在AB两区发掘墓葬196座 均是公元前278年 秦占领安禄之后的楚文化墓葬 目前考古队正在发掘C区墓葬 初步判断为秦文化墓葬 考古队正在发掘的是编号为M277的墓葬 已顺利发掘到距离地面三米深的位置 此时却突然出现了一排粗大的原木 让考古工作陷入停滞状态 这些原木没有经过细致的打磨加工 部分还能看见树皮 排列紧密地覆盖在整个墓葬之上 让考古队员十分疑惑 也比较奇怪 观看板的结构 我们原来挖的宠墓完全不一样 基本上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木 上面还有一层草席或者奴隶席 这个是我们原来在楚文化发掘里面是没有见过的 上进两个人 上进两个人 别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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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在国家好 你上进 明工 上面还要人 上进还要三个人 上面还要人 还有人们来呀 还高几个人来呀 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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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要如何搬运出这些重物是个难题 在狭窄的空间里 现代化的挖掘器械不好施展 且容易破坏遗迹 只能用铁棍和木条等简单工具撬动原木 但是被浸泡过的原木吸饱了水分 纯靠人力难以抬出 如果不慎掉落 还会损坏下方的棺果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罗运斌 是本次考古项目的负责人 思索了片刻便有了稳妥的办法 在木顶和木葬上方的平地之间 搭建一个简易坡道 用绳子把原木两端捆起 两组人一推一拉运出原木 这样不仅可以分摊原木的重量 而且如果原木意外滑落 坡道也能起到缓冲作物 保护下方的工作人员和木葬 不受伤害 现场的气氛紧张而热烈 伴随着响亮的口号声 一根根原木在大家的通地合作下 被安全取走 而离棺木的距离越近 越需要谨慎小心 紧点啊 紧点啊 直接把饭子包成完整 随着盖板一块块被揭开 七代已久的M277真容 终于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 整个木葬为长方形 其特殊之处是它的其中一端 被一块木板隔开 隔断的木箱里 隐约可见许多器物 M277在我们整个木区里面 可能年代稍微晚一点点 它这个边箱啊 头箱啊很完整 特别是它的头箱啊 宽度也比较大 它是早冬的 这个南边啊 就是一个比较窄的边箱 边箱里面跟头箱一样 都摆满了文物 M277木的东南方向是官室 盛放着木主人的棺木 被隔开的一端称之为头箱 侧边为边箱 头箱和边箱的作用 均是用来盛放随葬品 但一个墓葬中 同时出现头箱和边箱 却十分罕见 罗运斌初步分析 特殊的墓葬形式 很可能是M277木葬 用到了秦楚两种藏俗文化 史记中曾记载 楚虽三户 亡情必楚 表达了楚国反抗秦国的坚定信念 而从M277 同时呈现两种藏俗来看 在真实的历史上 秦人与楚人 秦帝与楚帝 秦文化与楚文化之间的关系 并不能一言必知 秦楚之间更多的历史故事 还需要考古发现 来不断佐证 补充 就在考古人员期待着 准备提取M277中的随葬品时 发现整个墓葬内 都被水和淤泥填满 显然这又是一个保水墓 这个保水墓是指在墓葬的后期埋葬过程中 因为地下水位的升高 水完全掩盖了关果 而且保持长时间比较稳定 我们一般人为保水墓 就曾出现过多个保水墓 由于保水墓葬封闭性好 墓中文物处于一个恒温恒湿的稳定环境 利于长期保存 在郑家湖已发掘的保水墓中 出土的随葬品不仅数量丰富 且均保存十分完好 然而 凡事有利则有弊 保水墓葬虽然对文物保存也非常有利 但是我们在清理过程中感觉比较痛苦 有时候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 慢慢地清理 才能把文物给它显渡出来 如果不小心的话 也会容易对文物造成伤害 接下来M277木的发掘工作 会是惊喜多还是困难度 谁也说不准 你现在已经敲起来 好 往上踢 往上踢 最外围的木板 以榫帽结构拼接而成 拆除十分顺利 先去那边那个 可以 这个是不怕人 当木桑外围清理干净后 终于到了发掘过程中最令人期待的环节 提取文物 然而 由于投箱中的文物几乎都浸泡在水中 提取文物前 还得先抽出一部分积水 这水要留点啊 这水要留点 烤谷队将抽出的水储存到一个个箱子中保存了起来 它们在后面还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随着一桶桶水相继抽走 大量的漆木器和淘气显露出来 常年积水 使得器物上面覆盖了厚厚的淤泥 而且头箱又深又窄 要安全地从中取出随葬品 需要下点功夫 考古人员首先将打湿的海绵和粘布 铺在两侧的香檐上 再将两根长短合适的木棍搭在上面 借助木棍的支撑 将大半个身体探入香中进行提取工作 虽然吃力 但最为稳妥 不会伤到文物 表面的淤泥靠用手一捧一捧地掏出 直至器物的轮廓显现 再用刷子和喷壶 小心去除表面薄泥 所有的轮廓都包住出来的没有 这边的土能拿掉不 这块 那块土可以拿掉 在水流的冲刷下 一件件漆器露出了真容 每件都光亮如新 在考古队员们的齐心协力下 M277的第一件文物被成功取出 这是一件漆鱼 颜色鲜艳如新 丝毫看不出两千多年的岁月留下的痕迹 随着第一件文物的顺利取出 考古队员心里有了底 分寸拿捏的也更为精准了 发掘现场 一件又一件的漆木器接连被取出 从头箱中抽出的水 此时也派上了用场 这些水被注入到存放文物的塑料盒中 甚至连包裹文物的海绵也要一并打湿 考古人员在注水时小心谨慎 动作轻柔 因为稍不注意 同样会对文物造成损伤 这些油漆泡了好多年 现在力量一大一冲 把它冲得没有了 从头边慢慢往下放 注水装箱的漆木器 随后送往云梦县漆木器保护研究中心 因为它这个上面有阻伤 所以清洗要特别小心 修复室内 接收到文物的工作人员立刻忙碌起来 记录 清洗 撑住 测量 拍照 紧张却有序 中国漆木器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新石器时代 但由于其质地对保存环境要求高 古代漆木器大多难以流传至今 江汉流域 因其特殊的地下埋藏环境 大量晴汉木中随葬的漆木器得以完好的保存 历经两千多年而不朽 而发掘后 要向漆木器及上面的图案能完好且长久的保存 即使有效的保护工作尤为重要 这一次我们是配合现场考古发掘 是同步在进行 因为从墓葬里面发掘出来以后 它就已经破坏了以前的环境 就打破了以前的平衡 取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要立即地清洗 清洗干净了以后 就要把它密封 用科学的方法 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脱水方法 脱水指的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 让漆木器达到一种没有水分的状态 我们现在只用了银而泉复合液 来对它进行脱水 药水进去以后 把里面的纯净水给自换出来 这个技术已经相当地成熟了 郑家湖墓地出土的漆木器 由于在墓室里 以吸水饱和 如果任其自行干燥 相对湿度降到一定程度后 便会收缩 变形和开力 甚至全部毁坏 湿万年 干千年 不湿不干 只半年 就是说在墓葬里面的时候 墓葬环境很好的情况下 它可以保存上万年 说干千年呢 就是说像北方地区 一般这种保存环境 它上千年也可以保存得很好 但如果说不干不吃只半年呢 就是咱们在发掘的时候 也看到了有很多漆木器 它为什么收缩了 因为墓葬环境不好 蜜蜂的效果不好 然后雨季的时候 来临的时候 它地下水位很高 但到旱季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它的水位又下去了 像这样不干不吃 也就只有半年时间 它的胎体就会收缩 也就是说了这个道理 来 拉 拉 不拉了 再去 快点 快点 再去扔个连 是吧 对对对 拉 这个小了 小了就小了 快 拉拉拉 我上不来 上来上来上来 过去降年 装化妆品 装化妆品 你的酥酥子 什么东西 那个木是个木的 此时 在考古发掘现场 又陆续提取出多件文物 其中两件小巧别致的器皿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是两件青铜器 外形为方弧形状 一件糊盖已经脱落 另一件糊盖仍然紧紧地扣在糊参身上 让人不由地好奇 里面是否仍储藏着两千多年前的物质 盖子在这里 盖子 盖上没在这 盖上 盖子掉旁边了 这两个给一个 这样精致的方弧是用来做什么的 又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拥有的 应该也是一种神酒的酒器 这个器物很少见 在我们于木头馆里面现在目前还没有 跟那种就是古代那种武士一关嘛 随葬品中既发现有女性用的化妆盒 也有或许是武士用的成酒器 发掘至此 M277牧主人的身份越发地扑朔迷离 他究竟是男是女 有着怎样的身份 牧丧之中还会有其他线索吗 随着文物一件件被取出 投箱中只剩下了几个大型桃瓮 这边把你踩住吧 拿大盒子 大盒子 我先踩住啊 53号桃瓮 我们桃这个壁 桃这个壁 可以 慢点啊 给你一百一斤了 这个是不是 哎呀不要动了 我已经不动 然而桃瓮的重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一个人竟难搬动一个桃瓮 等这 给两个人接 给两个人接是吧 这些桃瓮格外沉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里面盛满了东西 而且大多处于密封的状态 这就意味着桃瓮里极有可能 封存着两千多年前的物质 桃瓮内究竟是不是酒 大家都显得十分激动 但为了防止桃瓮中储存了两千多年的液体 不受的影响或挥发 考古人员无法现场打开桃瓮 一探究竟 一切还要经过实验室中的分析研究 才能下定论 我们都洗一下头 经过一上午的忙碌 考古人员对M277墓葬的头箱 做完了最后的清理测量工作 准备开始提取官室内的文物 由于棺木周围的缝隙太狭窄 不利于发掘 考古人员一开始 打算拆掉一些木板 以增加空间 拆木板的过程并不顺利 考古人员决定直接提取官室的官板 提取的方式 基本按照昨天提取木葬上方的原木那样 先将棺木撬开 再用绳子捆好推出木葬 为了保护官板 考古人员在捆绑之前 特意包上了海绵 那边下面把人来 再来几个 下面那几个人来 这样子都拿过来 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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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救救救 三个钢子 三个钢子 来 三个钢子 一 二 三 下面人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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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一 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抽水过程中 牧主人的骨架渐渐显露 牧室的一端有精美的七连随葬品 十分显眼 然而 就在大家把目光聚焦在七连上时 罗运斌却注意到 在浑浊的积水中 还有一些不起眼的小东西 上面是刀骨 是吧 现在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出水过程中 里面有很多金黄酥的那种刀骨的颗粒 我们原来已经发现过很多墓葬了 都有这种现象 那个棺里面不移成这种粮食 有的是刀骨 有的是这种小美 我们前面发现几个墓 基本上都是刀骨 有一个小型墓里面 做了这个 上万颗那个刀骨粒子 此时 在文物修复中心 M277出土的密封陶瓮已经打开 文物保护专家正在清洗陶瓮的盖子 这个木盖在清洗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制造工艺比较粗糙 着痕很明显 并且已经有收缩变形 收缩变形了以后 它这个密封性是不严的 所以那个墓葬的环境水可能是通过这些缝隙进入了这个瓮里面 从这个形制发现 可以推断 这个瓮里面的水应该是墓葬里面的环境水 渗入以后形成了这个液态 经检测也不是酒 检测结果并不是考古队员期待的那样 是来自两千多年前的美酒佳样 但同时 在修复中心又有了一个令人激怒的新发现 在清理一个长方形漆核那时 文物保护专家从中摸到了一把细长的木条 下意识地以为 这或许会是写满了墨书情传的竹简 毕竟 从发掘之初 考古队便期待着 郑家湖墓地能像睡虎地墓地一样 发掘出成百上千的竹简 有很多 一把会不会是竹简 经过细致的清理 反复多次检查 文物保护专家并没有在上边发现任何文字 最终确认 这些木片并不是竹简 这个好像又不是竹简 因为它这个前面有一个尖的 这样的一个形状 学得很奇怪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也没有看到过 所以有很多猜测 现在初步判断 它可能是投糊这个游戏的竹简 修复中心这边被失望的气氛笼罩着 而考古工地却频频传来好消息 在清理门板和棺木之间的淤泥时 考古人员首先发现了三个铜铃 随着铜铃之间的淤泥被一点点清除 惊喜随之而来 一件龙形玉佩赫然出现 玉佩通体透亮 雕刻的龙形躯体回首 栩栩如生 意外的发现让大家都很振奋 也让大家对边乡的发掘有了更多期待 边乡虽然狭窄 却堆满了器物 在清掉表层的淤泥后 层层堆叠的文物开始显露轮廓 其中最精美的当属一件七扁壶 壶口仍然是密封状态 壶身上面绘满了各种的图案 这个侧面有非常精美的头案 有中物形象 还有个人的形象 扁壶这个壶上面还可以看到一个绳子 痕迹都很清晰 保存得很好 但是目前应该说除了这个边湖里面 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建计器物 整个规划的图案的用意还比较特殊 我们还是第一次建造 还需要进一步的以势力的整理 担担确认 此时 考古人人在东半乡 又发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物件 后面明天看看 哪儿哪儿哪儿 83 好长啊 让他们想去浇水 浇水啊 不要碰 现场的工作人员将其称为凤形勺 它一侧又像琴类的头颈长长伸出 另一侧像张开的尾巴 尾巴上还会有精美的羽毛 整个造型形象生动 趣味十足 自古以来 龙和凤都是华夏民族的重要图腾 甚至一度是至高权力的象征 M277的墓葬里既出土了龙形玉佩 又发现了凤形勺 墓主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特殊身份呢 还有水 然而此时 考古人员无暇细思 M277墓主人的身份 将边乡的七扁壶 七莲 耳杯等器物一一提取后 最底层的淤泥中露出了一块宽大的木片 考古人员小心地清理着木片上的泥浆 周围围满了工作人员 在郑家湖墓地的发掘现场 只要出现木片 竹条 一定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大家心里都保持着同一个期待 那就是文字 虽然天色已晚 一天的发掘已经结束 但没有人愿意离开 罗运斌甚至找来了一个手电筒 迫不及待地观察起来 是字 没错 这声音不多 还是有几个字 听到有字 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这是一块木毒 上面可能是浅测啊 买的圈之类的记载 研究这个木葬的身份 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木毒是我们最后一节文物 应该是我们整个M2G7 应该是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这个在我们云梦这个检测 虽然发现很多 但是我们这个郑家湖这个墓地 还是第一次发现 来 下一块 下一块 在M277投箱的一侧 两扇紧闭的门出现在大家眼前 准确来说是迷你缩小版的门 在另一侧的边箱里 也发现了类似缩小版的窗户 这些门窗有何用意呢 在拆除的过程中 考古人员还发现 门和窗之间连通着整个墓室 似乎是建造墓葬石特意设计的 考古经验丰富的罗运斌 一眼就看出 这是一种特殊的葬祖物 文化里面还有一种 这个就是这个边箱和那个关之间 还有头箱和关之间 它都会开门 开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M27 这里面也有门 也有这个边箱的门窗 都很完整 这个应该是接受主人的这种 风俗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证 受到政治 宗教 经济等环境影响 不同时间 不同地域 所流行的葬祖物各有特点 但相同的是 无论哪种葬祖都是古人生死观 最直接的体现 郑家湖M277特殊的门窗葬祖 也不例外 体现一种这个古人 是死于是生的这种观念吧 是死如是生 是亡如是存 为了让逝者在死后的世界 依然能够享受着生前的生活 墓葬的地面或地下建筑 随葬用品会大量仿照世间 因此M277木珠不仅有大量的实用器做随葬品 还有像世间的房屋一样 有门窗构造 随着门窗相继被取出 整个棺木上方已经空无一物了 但有了昨天在棺木下方发现铃铛和龙形玉佩的经验 考古队员们对棺木下方的发掘尤为注意 你会把那个棺子整个往那边挪 挪过去看看 下面会有东西 果然 考古人员用手在泥浆中小心摸索时 发现了一颗圆形器物 只有拇指般大小 擦去表面的泥水 色彩艳丽 纹饰繁复 蜻蜓眼 是古代的一种饰品 在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中均有发现 因造型纹饰像蜻蜓的眼睛 故而得名蜻蜓眼 在郑家湖M277的墓地 共发现蜻蜓眼十五颗 罗运斌推测 他们应该是与此前发现的一些小器物 一起发挥作用的 鸿铃啊 小玉胚啊 还有一些料粥 我们就是号称这个蜻蜓眼的 正好其他文化的一些资料 我们推测 它就是原来这个棺杆板上面 这个一种装饰品 估计原来是一个完整的结构 它们有绳子穿在一起的 后来在漫长的这种保证过程中 慢慢它就这个绳子穿乱掉了之后 鸿铃啊 料粥啊 玉皮啊 它就滑落到这个棺底下去了 因为棺下面你看到 下面有一个垫幕 是有红隙的 所以这个有些文物啊 它就慢慢地滑落在这个棺底下去了 它并不是原来就是放在下面的 在M277墓葬内 考古队员的确也发现了部分捆绑棺木的绳索 随着最后一块棺木被取出 意味着M277的现场发掘已全部完成 而关于墓主人的身份信息并不明朗 庆幸的是 M277墓主人的骸骨保存较好 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部 人类体质学专家 通过对这具遗骸进行检测分析 对M277墓主人性别和年龄 有了初步的判断 这家虎墓群277号墓出土的人骨 相对保存的是比较完好的 它的颅骨以及它的枝骨都比较完整 通过做基础的性别年龄判断 通过颅骨和骨 居骨上的性别特征来进行判断 那么277号墓的墓主人是一位女性 通过牙齿的磨嚎 以及齿骨联合面的形态来综合判断的话 这位女性她的年龄大约在50到55岁之间 2000多年前 一位50多岁的女子去世后 被后人妥善安葬 并精心设计了她的墓葬 以表吹丝 而她生前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 为何她的墓葬中会有大量酒气 墓中多次出现情绪两种文化 她生活的时代环境是什么样的 虽然M277号墓地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 而对历史真相的求索才刚刚开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